教室里讲师正在认真的讲课 而往教室后面一看 竟然也做小小的游乐场 铺起流星力电还有金屋玩具 且跟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原来这些由公所所举办的 新住民生活适应讲座 可难道许多新住民妈妈们 平时还要带小孩 而且特地在后面准备了 这么一个游乐园 还找来志工帮忙陪小朋友玩 那包括他们对我们公所 能够为他们做多什么样的服务 包括说他们如果在台湾 碰到各种困难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去协助 那另外譬如说 他们如果要在台湾就业 那他们应该有些什么样的管道 淡水区长蔡依伟表示 在淡水区新住民近年来 成长得相当快速 早就超过淡水区的原住民人数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讲座 各式各样的课程 能够让他们快速融入台湾社会 而对于公所能够贴心地 考虑掉他们的需求 让他们能够编带小孩的上课 对此许多学员也表示相当肯定 非常贴心还帮小朋友准备 因为你会 像我带小朋友来的话 他有个环境给小朋友玩的话 那我就可以捐助来听老师讲课 区长表示依照规定 这些叫到台湾的新住民 想要取得身份证 就必须要上课达到一定的时速 而公所这样贴心的作为 主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专心上课 在面对离乡背景的呼应时 能够早日融入台湾的生活 热春波味淡水采访不到